大家好 歡迎收看不正常魔術方塊頻道 今天要分享的是楓葉種方塊的解法 楓葉方塊有好幾種外觀 有正方形的 也有球形的 這個方塊是做成圓角的金字塔形 也就是種子形狀 不管什麼形狀 方塊的解法都是大同小異 不外乎是上上下下下下上上之類的解法 不過楓葉種因為長得像金字塔形狀 所以我們可以用類似金字塔方塊的觀念來解 本頻道專注於各類魔術方塊 異智遊戲解謎遊戲的教學 如果你對魔術方塊有興趣 歡迎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以接收最新的教學影片 如果你有任何學習上的問題 或是想學什麼方塊 可以在教學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到FB不正常魔術方塊研究中心社團留言 想搜尋更多的方塊訊息 也可以到小雷的魔術方塊網站搜尋喔 方塊轉亂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金字塔方塊 我們先完成下面這一層 然後再完成上面這一層 我們先挑一個顏色 我習慣先挑黃色當作下層 我們先完成黃色旁邊的這三塊 我們先隨便挑一塊帶有黃色的 像這一塊黃紅帶有黃色 我們把它轉到這邊來 我們要這樣轉下來 這樣轉下來的話 這個黃色 顏色才會一致喔 如果這樣轉下來的話 這邊不是黃色 不一致 所以不能這樣轉 我們要這樣轉下來 這樣轉下來 那這一邊跟黃色對齊之後 我們還要對齊側面喔 那這個是紅色 那紅色在這裡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黃紅這一塊轉過來 這樣子 那這一塊的話 黃紅塊就完成了 那我們再來完成這一塊 這一塊是黃藍 黃藍的話要去哪個位置才對 黃藍要去這個位置才對 那這一塊要轉到這個位置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個上面這層轉一下 轉過來 然後直接轉下來 這樣子 它就轉進這個位置喔 但是我們這個因為有動到 這個中心有動到 所以我們再把這個藍色的顏色轉回來 這樣子 那這個黃藍 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再檢查一下黃紅 黃紅沒有被破壞到 那再來第三塊 這是黃綠 黃綠位置對 但是方向不對 所以我們先把它轉到上面去 那轉到上面去之後 那它要下來的話 它必須要從這裡下來 那所以我們把這個位置 把它移到這裡來 這樣子 它下來這樣子 方向才會對喔 那方向對了之後 我們再對齊一下側面中心 綠色要對綠色 所以我們把綠色這個轉過來 這樣子 那這樣子 黃綠就完成了 那我們檢查一下 黃藍也完成 黃紅也完成 黃綠完成 這樣子 黃色旁邊的這三塊完成 那這個是第一個步驟 我們可以把方塊轉過來 這樣子拿 那先第二個步驟 我們就是把這三塊的位置 把它放對喔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三塊的位置 該怎麼放 像這塊是藍紅塊 那藍紅要放在什麼位置 藍紅要放在這個位置 藍紅要放在這個位置 這邊藍這邊紅 所以藍紅要放在這個位置 那紅綠呢 紅綠要放在這個位置 因為這裡是紅 這裡是綠 紅綠 那藍綠 藍綠要放在這個位置 所以它現在是一個逆十針的三循環 那我們做一個下下上上就可以了 那現在是左邊先做下下上上 下下上上這樣子 那現在我們這三塊的位置放對了 我們檢查一下 藍綠位置對了 藍紅位置對了 綠紅位置對了 OK 那這個是逆十針的三循環 那如果說今天是另外一個方向 那這個是藍綠 藍綠現在要去這個位置 它是要這樣子換過來 那綠紅 綠紅要這樣子換過來 那藍綠要這樣子換過來 現在是順十針的三循環的話 那我們就是右邊先做下下上上 下下上上 這樣子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這三塊的位置放對 那這三塊的位置放對之後 那最後一個步驟是把這三塊的方向轉好 那我們只會遇到兩塊方向不對的狀況 就像是現在這樣子 那我們把方向不對的這兩塊 把它放在這兩個位置 然後做下下上上 上逆下順 那這個公式在很多方塊都用得到 那我們直接做 下下上上上上逆下順 那這樣子方塊就完成了 那這樣子方塊就完成了 那這個楓葉種的解法 那套用在正方形或者是球形的楓葉方塊也可以 那只是用在這個形狀的方塊特別合適 那今天的教學就說到這裡 那如果有說明不清楚的地方 請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者是到FB不正常魔術方塊研究中心社團留言 如果有想學的魔術方塊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做教學不容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分享 謝謝大家 請就按讚 名字幕提供 請坐